大家好 这一小节我们来编写消息模块的原代码 消息模块也就是应用协议解析和反解析的模块 上一小节我们在讲到签名处理模块的时候呢 说到过签名模块要正常的工作还依赖于消息模块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消息模块 首先来看消息模块头文件 这个头文件里边我定义了一组结构体 声明了一组函数 我们首先来看结构体 第一个结构体呢是报文头的结构体 报文头包含交易码响应消息响应码 因为我计划的是请求和响应共用一个报文头 所以这个地方就包含了响应的两个字段 那么请求消息我这两个字段不用就可以了 好我们来看签名报文体 签名报文体呢包含两个字段 第一个是带签名的原文 第二个是签名所使用的算法 那么这个和前面我们设计协议的时候 签名请求协议这个是一一对应的 但包含一个原文签名算法两个字段 好再看验签 验签请求结构体 那么它还是和签名验证 这个报文是一一对应的 包含三个字段 第一个字段是签名后的数据 第二个字段呢是签名使用的算法 第三个字段呢是签名的原文 好再往下看 签名请求结构体 那么这个结构体呢 就是整个报文所对应的结构体 它包含头部和body部分 下面就是验签报文结构体 同样包含头部和body部分 好再来看响应 响应呢 这个地方是响应体 响应体呢 签名请签名响应体呢 就只包含一个字段 签名的结果 我们看 SignResponse 应该是这个 包含一个签名结果 另外呢就是 签名结果 签名结果 结构体 还包含一个头 一个body 那么这个地方实际上还需要补一组 验签的 验签的结构体 好 我稍后再补 那么这儿有几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呢 是unpack sign 这个就是解包 对传上来的xmail报文 进行解析 放到相对应的结构体里边 第二个函数呢 是 验签请求的解包 把验签请求的xmail报文 放到对应的结构体里边 第三个函数呢 是一个公共的函数 解消息头的函数 那么这两个函数是消息打包函数 消息打包呢 是使用在我们向客户端返回响应的过程中 就是把结构体里边的内容 组合成一个响应的xmail报文 返回给客户端 好 我们来看一下函数的实现 好 首先来看一下解析签名请求这个函数 unpack sign这个函数 它的传入参数是一个恰行的字符数组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字符串 这个地方呢 它就是一个xmail报文 那么这个xmail报文 它传出结构体呢 是一个 它的传出参数呢 是一个请求 签名请求的结构体 好 第一步我们对参数的有效性进行检查 首先看传入这个指针是否为空 如果为空呢 我们就报错 第二步呢 看它的长度 是否等于0 如果等于0的话 就说明这个字符传备内容 也返回错误 再往下呢 再往下我们就对这个消息的结构 进行一个检查 首先检查它的起始标签 如果不存在呢 也返回错误 再检查它的写 结束的标签 如果不存在 返回错误 那么这个检查完成以后呢 就说明这个包 它是合法的 也就是检查这两个 两个标签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呢 这个包就是一个完整的包 好 检查完 消息的有效性以后 我们就要进行解析阶段 解析呢 首先解析它的协议头 我们看一下 解析协议头 还是把这个字符传传进来 进行个参数有效性检查 然后呢 检查这个header 这两个标签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呢 我就把这两个标签中间的内容取出来 放到我们的协议头的 transcode的这个字符里边 其实请求包呢 头部它就包含一个字符 就是transcode 叫一码 所以这个地方 我就没有用xmail报文的 这种解析库 或者说第三方库 而是我自己写的一个xmail报文的解析代码 因为这样呢 因为本身它的字段不是很多 这样的话就更简单一些 好 头部解完了以后 就来解这个协议题 协议题呢 同样也是使用 取子字符串这个函数来进行解 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 签名原文的 两个标签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呢 就把中间这一段值取出来 放到 这个body的原文字段里边 我们检查 这两个标签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呢 就把中间这一段值取出来 那么再下来 就是解析它的算法 也是看这两个标签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呢 我们就把中间内容取出来 解析完成以后 我这个地方加了一个调试函数 调试函数呢 就是把我们解析的内容 打印在屏幕上 以检查它是否正确 好 这个签名请求的解析函数呢 就这样写完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代码传上去 编译一下 看它是否正确 上传上去 我这个地方 编译 先把它删掉 不然看不出来是否编译成功 它有没有结果 我们看一下 好 编译成功了 然后我运行monkey 发一个 请求的报文过去 签名请求报文 好 这个内容实际收到 并且已经成功解析出来了 我先把它停掉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和送上来的报文 内容是否一致 我们看header部分的 就是报文头部分的 它的 transcode 这个地方是transcode 它的交易码是00001 我们看一下 刚才 这个 0001 签名原文 ABCDFG23567 好 这个是对的 再往下 算法 我们用的是MD5算法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再验证一下 我把这个地方改了 我把这个地方改了 好 结果已经打印出来 我们把那个签名原文的内容改了 那么说明这个报文解析模块 它的工作是正常的 我把签名原文献夹的打印出来 是